我们再来看环太平洋2016军演在今天仍然在继续进行当中 有关环太军演的最新消息 我们来看特派记者邓灵力发回的先前报道 我们知道今年的环太军演一共是有26个国家 有45艘舰船25000人参演 其中这种参演国的数量是创下了历次环太军演之最 而新参演的国家就有丹麦德国和意大利 那所有的参演兵力呢是编为了远征作战 海上打击空中作战反潜作战 以及是海上拦截行动等9个特混编队 编号是从170到178 其中中国美国法国印尼10艘舰船呢 是编为175特混编队 担负的是海上拦截行动的任务 那整个演练期间呢将会进行海空联合搜索 主炮射击以及是反海道等16个科目的演练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西安舰呢 以及整个编队呢正在向1号的拦截海区来机动 这个海区呢位于夏威夷西南大约200海里的地方 那一路上呢也进行了战术机动科目的演练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中国海军的远潜救生船长岛船 明天将会在珍珠港外与美军的打捞船一起呢 进行远潜救生科目的演练 而和平方针医院船呢后续也会转往沿下海区 跟整个编队会合来开展海上医疗救护等系列的演练 整个海上的实际演练将会持续到8月3号 我们也将会随西安舰发回 跟踪报道